台大A院命要不 台湾丰沉命要学会 万新一 这讲题就是 协力肩肥大排尿脏体 合并药物治疗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采用的药呢 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策略 而是一种 这个所谓团结力量大的一种概念 而且呢,这个团结的概念是 早一点开始会比较好 因为我一开始就把这个答案给出来 给大家知道一下 好,那我们先 首先呢,我们今天的 我的部分呢,有分四个主题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贤金肾肥大量的药物治疗有哪几大类 那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不佳 会有什么后果 再来就是说什么是合并治疗 因为有时候单一的药物治疗 还是有它所力所未带的地方 那合并的话呢 可以带来更多的好处 但是合并呢 又会有哪些护作用 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 最后 当然我们有考虑到一些事情 合并治疗用了两种 那当然成本就会比较高 那在这方面 健保洗补方面 是不是会有一些影响 会有一些限制吗 那这个就是我们关系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 就是说 生物腺肥大 它的药物治疗有哪几大类 根据2017年 欧洲密纳科医学会的指引 我们可以 这个字有点巧 我再放开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 就是说男性 不只是老年的男性 年轻一点的或中年的男性 其实也有可能有这些症状 但是呢 如果这些症状已经开始令人困扰的话 就应该要治疗 那有一些人 他是以夜间多料为主 像这种夜间多料 我们会找出他的背后的原因 然后来加以治疗 但是呢 有些病人呢 他不是夜间多料 他白天也多料 然后 有时候呢 是以这个 这个除尿症状为主 有时候是以排尿症状为主 什么叫除尿症状 什么是排尿症状呢 因为我们的膀胱 是用来暂时储存的 那如果膀胱满了 就该去排尿 那我们膀胱的这个两大功能 首先平常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尿症慢慢的累积累积 累积到一个程度之后呢 真的需要解了 我们才会去上厕头 才会排掉 那在累积这个尿液的 这个储存的过程中呢 膀胱会慢慢的越脏越大 那这一段时间 我们就称为除尿 除尿棋 那等到要排尿了 去到厕所排尿的时候 那这一段时间是排尿棋 有些病人他的症状 主要出现在除尿棋 所以他膀胱没有办法 容纳很厚多的尿液 可能一点点尿就会响解 然后就会有活动问题 甚至他hold不住 半路就会尿出来 那这种就是除尿的症状为主 至于说排尿症状为主的病人 他可能就是像这个去厕所尿 要等很久才尿出来 有时候流量很小 要很用力才解出来 而且甚至会断断续续的 或者尿尿会开叉 可以像焦化一样 或者尿不干净 这些就是以排尿症状为主 所以假如症状已经令人困扰了 然后又不是以夜间多尿为主的 然后也不是除尿症状为主 而是排尿为主的话 我们就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是 是射护腺肥大作为一期 如果他射护腺真的有肥大 那我们再往下看 射护腺真的有肥大的话 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个病人 射护腺肥大 这个是慢性病 可能需要长期治疗 那长期治疗的建议方案 在这里底下这里 也真的来说就是 胃教加上生活上一些作息的调整 鲑鱼的作息 然后就是晚餐以后不要喝太多水之类 另外我们的药治疗方面的建议 主要是以5ARI 所谓的男性的荷蒙阻断剂 5ARI 另外再加上甲型阻断剂 或者是PT-E5 ECG 这两类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最前面5ARI 这个ECG是最重要的 那至于这几种药物的话 待会我们再个别的一一的跟大家介绍 那看过了欧洲面料科医学会的建议之后 我们来看看这个2016年事实上 在欧洲面料科医学会的指引发表之前 台湾面料科医学会也有我们的 台尿障碍的指引 那精神上是符合的 跟欧洲面料科医学会是差不多的 一样就是看这个症状是否被老人 那接下来它是否以这个液尿为主要的症状 那除尿症状为主还是以台尿症状为主 如果是台尿症状为主的话 那我们看看色物线是不是过大 那如果色物线真的是过大了 我们在胃教病人 他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 生活方式来改善 那另外呢 男性荷盟抑制剂 是最主要的一个药物治疗 同时呢 你还可以再加上 甲型阻断剂或者PDE5抑制剂 那也就是说 目前我们这个药物选择方面 有三大的主要的有用的 药物的类别 包括甲型阻断剂 PDE5抑制剂 那还有男性荷盟抑制剂 其中甲型阻断剂呢 其实各位各科的医师可能都很熟悉 因为也有一些甲型阻断剂 用在降血压的部分 比如说像这个是DOSAPEN 也有长效型的DOSAPEN 然后Analyge Analyge的CORONID 这个长效型的Analyge 那这些呢 应该都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这个甲型阻断剂 同时它也能够改善排尿的症状 那但是呢 早期的甲型阻断剂 它是比较非选择性 所以不管除了排尿症状改善以外 血压也会有点下降 但是后来的这些像Analyge 它一些新出来的药 它的血压下降的情况会比较少 接下来就是5α还原酶的抵制剂 我们称为蓝性荷尔文抵制剂 那这些蓝性荷尔文抵制剂 它主要是用在比较重重度症状 层如刚才欧洲蜜料推学会 跟台湾蜜料推学会所建议的 就是以排尿症状为主 然后又 摄护线又比较大 大于三四十以上 那这些病人呢 我们就需要去抑制 摄护线的继续升大 因为随着年龄老化 摄护线也会慢慢越来越大 那如果你不阻止它的增大的话 那可能症状会越来越恶化 那但是 医生蓝性荷尔文这条通道的话 它产生的效果会比较慢 所以大概需要三到六个月以上 才能够有明显的一个改善效果 那它的原理主要就是把蓝性荷尔文 不要让它转变成DHT 就是双清搞骨头 我们的男性荷主要是搞骨头 那搞骨头如果转成双清搞骨头之后呢 它就会刺激涉护线的增生 最有名的两种 这个5A-RI 就是波斯卡 和这个饰鸟筒 这两种 另外一种类别是比较新出来的 叫做PD-5P-17 那这些药物呢 原本它是作用在活气障碍 最有名的药就是威尔钢 威尔钢上市也快20年了 这20年来我们研究发现就是说 其实PD-5抑制剂 它只是可以让血管扩张 它可以让血流增加 促进活气而已 它对排尿其实是有帮助 我们研究的发现就是说 在尿道、色护线、膀胱、平滑肌 这些地方 都有PD-5的接受体 所以在这里作用之后 都可以让肌肉放松 然后改善排尿 比如说有名的威尔钢 还有希利氏 这两种都是属于PD-5D-17 对于排尿也有帮助 但是这几种药物 当然都各有它的特性 跟它的优缺点 所以我们当 当我们在治疗病人的时候 就变成面临一些选择 你要看病人 他的症状主要是怎么样 还有病人他主要的需求 还有他们的期望是在哪里 那我们再来选择适合的药物 那目前来说 APA block 也就是甲型阻断剂 效果是不错的 作用也很快 那价钱来说 相对来讲也不会很贵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 对于防犯症状的进展 这部分他可能使不上力 因为色物线老化 是一个进展性的过程 那我们虽然症状改善了 但是5年10年之后 病人色物线还是越来越大 那可能终有一天 这个药它是就没办法治疗 好 那5VRI 呢 就是男性症状的抑制剂 它的效果虽然比较慢 比较慢见效 但是它可以让社会性缩小 因为它可以让腺子不要再长大 所以可以说 前面这两种药的相辅相成 那至于说第三种 PTE-Cyre的抑制剂 对于一些同时排尿尿尾不顺 然后又轻功能有问题的病人 这个是很好的选择 但是它对于广泛症状进展 效果怎么样 这个还有在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那甲晴阻断剂呢 早期比较没有那么多的 这个专业性的时候呢 就是像这个Toxazosin Telazosin Aphazosin 这几种 它对于这个血管也有一些作用 所以血管扩张之后 血压会下降 那所以我们比较担心病人吃了 半夜起来尿尿 会不会低血压的问题 它后来的一些像Toxazosin Toxazosin 这几种新的药物 它的专业性比较高 所以主要只作用在摄护线 那血压影响就很少 那这个是5ARI的原理 那原理就是说搞不同 它会作用在摄护线的 这个尖直的部分 然后使得摄护线的这个中间 这些尖直的细胞越来越多 越长越大 那如果尖直的细胞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细胞增生的多 但是细胞死亡就变少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摄护线就越来越大 因为假如 增生的细胞越来越多 它没有什么死亡的细胞的话 它是陷阱就会变大 那我们现在 如果把这个双清搞固宠 这个关键把它去除掉的话 让双清搞固宠减少 那这个细胞增生就会减少 摄护线就会变小 好 那这个这个 虽然说目前有波斯卡跟四尿通 这两种药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我们发现了 四尿通 它的针对5AR 这个就是刚才的 这个双清搞固宠 它的这个passway 它有两种接受体 刚才的这个双清搞固宠 在这里 它说我们在细胞里面呢 有type 1跟type 2 这两种接受体 那其中呢 对不起 我跳得有点快 其中这个dutasran就是 这个四尿通 它的效果 是波斯卡的45倍 这是在第一型的部分 第二型的部分 它的强度也有两倍 所以整体来说 这个avodot 也就是那个dutasran 那个四尿通 它的效果 比波斯卡来得更好一些 那实际用在病人身上的话 我们发现就是说 抑制双清搞固宠的效果 那dutasran 就是四尿通 它可以达到95%的抑制 就是比较晃的这一条线 那即使停药之后呢 这个服用两年之后 就算停药 过了大概一年多 它这个双清搞固宠 才慢慢的维生上来 那相比之下 虽然这个finestri 就是波斯卡 波斯卡 波斯卡 波斯卡它也有抑制的效果 那但是停药之后很快的 双清搞固宠 又回到这个治疗前的一个水平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 这个四尿通它的抑制的效果 会比较好 会比较持久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第三类的这个PDE-5抑制器 因为以前我们都用这个药 来治疗和勃起障碍 但是我们发现 放大一点来看 在膀胱本身 还有本体的地方 还有摄护线 以及外破约肌 这些地方 都有很多的PDE-5的受益 所以在这些地方作用 都可以让肌肉放松 把它当乳排尿的时候更顺畅更好解 所以整体来讲 我们这几大类其实都不互相冲突 这几种药可以互相搭配来使用 那如果我们摄护线肥大没有治疗 或者治疗效果没有达到很好的时候 你没有把它控制好 会有什么后果呢? 因为我们在治疗病人的时候 有几个目标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要改善他的症状 改善他的生活品质 另外我们也希望能够防止尿滋留 这些病发症 尽量让病人不用手术 但是你如果说 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大规模的实验 我们叫做MTOPS MTOPS这个实验有4000多人参加 得到的结论就是说 两者合一 也就是说甲型阻断剂 加上5α盘元酶的抑制剂 那抑制男性荷盟 这两个一起来的话效果会更好 那最上面这条红线就是说 假如病人只是安慰剂 那在经过4年到5年的追踪之后 这个病人有17%出现了一个恶化的情形 那恶化比如说哪些情况叫恶化 比如说他症状越来越严重 或者是突然间有一天就是尿不出来 需要擦尿管 那或者是他实在症状严重到不行 然后最后去手术 那这些病人占了17% 但是如果有吃甲型阻断剂也是这样的话 这些病人他的就变成绿色 他的风险就下降了 那至于橘色他就是吃5α盘元酶 那时候是吃波斯卡 那吃波斯卡他的风险就更下降 但是最低的这一条是最棒的 就是两者合并 这样的话他的风险就可以降的比较低 假如说只有吃甲型阻断剂 不吃这个男性荷盟的抑制剂的话 结果会怎么样呢 吃了4年 这些病人不管他是吃安慰剂 或者是吃这个 只有吃甲型阻断剂 结果4年后这些社会线都变大 平均大概都是在18%到19% 也就是说每4年他会增加大概18%到19% 或者20%左右 那这样的话 要这样速度看下去了 也许10年后他就 就会再增大百分之五十 那所以如果病人不治疗 他虽然症状可能是慢慢慢慢的 他自己不会觉得很严重 可是社务线其实是不停的在增大中 他对于一些比较大的社务线 他的后续的风险 是会有一个进展的风险比较高 那浅色是小的社务线 深色是大的社务线 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大的社务线 他的整体的进展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不管是症状变严重 或者是尿滞流 甚至需要到开刀的程度 这些病人都会比较多 那所以我们如果看到病人一开始来就诊 社务线就很大了 那这些病人应该要及早赶快开始来给他治疗 另外我们同时也看看他来治疗的时候 如果PSA比较高 我们大概对于一个社务线肥大病人 抽PSA很重要 因为你可以先看看他有没有社务线癌 万一如果PSA太高 高到10以上 那可能要先检查看看有没有社务线癌 那至于说如果没有超过10 但是他比一点又高 这个也是一个风险 因此表示他以后可能 这个propation 进展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像这个深色也比同样的 PSA越高的人 他的后续的风险也越高 那所以看到高风险的病人 我们就不要犹豫 能够尽快把这个两种药都用上化 对于将来未来的一个的风险的控制 会比较好 不管是在症状的改善 不管是预防要治疗 或是预防开刀 这些都是叫carnation 早一点开始会比较好 那我们合并治疗 当然有好处 你就要考虑到有可能有坏处 那我们这个carnation 是另外一个大型的研究 一样也是有4000多人 而且是全球性的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趋势里面 我看下一张 这同样的一张图 上面这一张 上面这一条浅蓝色 就是说只吃坦醋肉菌 也就是只有甲菌阻乱菌 那这样的话 他症状一开始有明显的改善 可是追踪到第4年的时候 他的症状其实是慢慢的又回来了 而且有在这个进展 那至于绿色这一条 是这个lutazrine 就是第一次男性荷蚝 他的效果可能一开始没有那么快的下降 但是他的效果是持续的改善 那一直到第4年的时候 病人的症状就持病 那至于红色就是两者合并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说 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病人来说 这个摄护腺肥大一开始 如果就用合并治疗 其实是对病人来讲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合并治疗对于这个摄护腺肥大造成的症状是最好的 那这是我这个实际的一个个案 有一位陈先生他60岁的时候 当时在2010年 这是民国99年 他辗转 经过友人介绍就来找我 那当时他说他尿尿不顺 生活很困扰 他已经决定要来手术了 第一次来看诊 他就说他已经准备要手术了 那当时我就把它抽个PSK1.1 然后做超一波发现他的体积50立方公分 所以我们刚刚说多大算是大的摄护腺 像欧洲泌尿可以全会40 那不过我们台湾的话 健保的规范是只要30以上就 就算是大了 那他当时体积是50 余尿300多cc 各位想象一样 300多就是一罐可乐那么大 所以他尿丸的膀胱里面还有一罐可乐那么多的尿 他显然是很严重 那所以我是跟他说你不用急着动刀 我们先采用合并治疗看看 那这个超音波像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摄护线从侧面来看 就已经顶到膀胱里面去 这个是很明显的肥大 结果还不错 这个病人他大概过三个月之后肥症 他已经打消这个手术的念头 他生活改善很多 那在大数据这边来看的话 假如只有单纯吃这个 这个假型阻断就是上面这一条线 经过了四年的追踪之后 他有13%的病人必须要去动手术 那如果有吃合并治疗或者说至少他有吃这个 这个四年之后他的手术风险其实降了大概一半以上 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是希望让病人尽量不要手术的话 事实上就是要尽早来让他进入这个合并治疗 但是合并治疗之后 病人最担心的就是说抬尿改善了 可是性功能好像受到影响 在这里面最主要最多的症状就是射精的问题 大概有10% 10%的病人他说他是合并治疗的药物之后 他的这个射精出问题大概占了10% 不过通常这些病人都是上了联系 也没有生育的打算 所以我会跟病人讨论就是说 你觉得尿尿不顺跟射精困难 这两件事情相比之下 你觉得哪一件事情你比较 对你的生活影响比较大 那大部分呢 当然还是先觉得先解决尿尿的问题比较重要 所以虽然射精有点影响 但是影响的人不到10% 那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这方面的影响 所以有一些后续的大型研究 那这些大型研究发现就是说 在射精博企还有性满意度这几个方面 其实合并治疗主要影响到的是射精的部分 那这个红线的部分就是射精影响的大 那勃起方面其实影响不多 那所以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 主要只是射精比较顺而已 那这些问题呢 射精问题如果我们将来有朝一日尿尿已经改善了 那这些症状会回复吗 我们观察12个月发现就是说 有些病人 他的那个在12个月的时候 还有可能是44% 这个射精问题还没恢复 而观察追踪到18个月的时候 只剩下23% 所以随着时间过去呢 这些症状慢慢的会消失掉 所以将来如果说病人对射精实在是很重视 那等他排尿改善之后 事实上是可以把药物停掉 那慢慢的射精功能就回来了 佛奇问题也是一样 观察时间久了 那个药物停掉之后 他慢慢的就恢复了 所以整体来讲 结论就是说 虽然和平治疗效果是比较好的 但是相对我们也要承受一些副作用 射精的功能会受到比较多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大概占10%而已 那佛奇功能影响的人就更少 那目前世界各国的这个规范 对于这个高度恶化风险的病人 都建议说第一件 我们就可以使用和平治疗 那至于在台湾的规范方面 在健保给互规定有提到 就是说 你要做腹部超应波 或是直肠超应波 来评估摄物件的大小 那只要超过30毫升 或者尿流出过小 这些病人 就可以来开立这个 Avota 或者5VR RSA 这边比较好 那至于密尿科的医学会 也有一些建议 它更详细 那也更严谨 不过 如果有兴趣的话 各位可以到台湾密尿科医学会去看 那原则上呢 这些对于 有这个社会界体积比较大的 是可以当第一线的用药 那以上呢就是我的一些分享 谢谢大家 ! 点赞 我们谢谢了梁胡佛 trouver舞台给我们身遭灵耗 的说 那接下来我们请 丐药灿 同余性主任 跟我们带来 台大A院命廟部 台湾封城命廟学会 关心一